大家好,又是我GameplayHK的文仔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三角至軍師祭壩中的怡靈之展 去到選角方面,因為三角至十元的工兵實在太強了 所以我這五角色都會選擇工兵 而且我卡組的人物大部份都是二、三線的角色 所以我選工兵的人相對少了 所以我首選是六抗 其餘的都沒所謂,總之是工兵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我後面要有一個曹丘,因為曹丘有一個工兵的技能 真的很厲害,嚇死人了 好了,又來到這裡,選秘賊 那我就會用一個暴磅之賊 因為捉人都比較方便,所以我們想要取取取勝 好了,現在又要聽她說一段廢話了 完美呢?完了完了 好,因為現在我們援軍只有一隊王中 但是要攻了你左上方的城 即是那個債,其餘的三支援軍就會出現 所以我就派留給一個人數上去 其餘的五隊弓兵就會去右下方 慢慢在那裡弓上去,塞住路 不讓他們回到城 即是萬一用完兵之後,他們也要回到城 那就不讓他們回到城了 盡量捉就捉了 現在我們看看我們的軍隊數目是遠超於他們 因為他們的援軍暫時還未出 我希望他們的援軍還未到前 我先把他們捉好 那為什麼要逐隊走呢? 因為逐隊走,每隊兵的步驟會快一點 好,慢慢逐隊設定位置 好,差不多了 你看到我現在的部隊站在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黃忠這些援軍在電路角色裡 每天都不聽洗 不聽洗就知道是很難用的 所以我有什麼事就先把黃忠去死 真是不好意思 等黃忠打完債之後 他會一個人想力敵下方 他會有六隊的 那最好,他一個人頂著我後面一隊 我可以盧射他 好,同一時間劉璧已經在攻左上方的債 你看黃忠多厲害 完全不用用腦 一個人打六個 幸好我後面有五個 好 嘩 不用那麼厲害 算拳 好啦,差不多了 好啦,我現在五隊 同一時間有什麼技能 就先用他 真的不要想 對了,我最喜歡的 弓軍兵擊 又要出來了 好啦,攻完 留給攻完的債之後 你看到諸葛亮的援軍都來了 好 有什麼技能可以用 好啦,又是那句 五隊,點子冰冰 等我打了金靈 你看到我的援軍都已經在衝上來了 嘩,敵方的援軍都來了 樂戰現場 好啦,我留給亦到了 那我留給 輸下去 回到自己的本陣 手一手 因為他很壞 會偷襲我本陣 真是 真是鬧死 嘩,黃忠在這個時間 都差不多死了 好啦,看到金靈 金靈快死了 當然要對金靈 金靈太厲害 看到金靈很害怕 好,金靈只剩1200血 回去吧 快點回去吧 我都要 嘩,金靈死了 嘩,金靈死了 現在 嘩,金靈能夠突破到我的防線 走得掉了 我怎麼可以讓你走呢 立即用計策吧 好,畫兩頭就已經抓到金靈了 好,又抓多一件 再滑 再滑 逐個刀 逐個捉 千萬不要急 我的援軍在下面其實很厲害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轉完都差不多了 捉完就可以拿到 隨勝了 嘩,我後面劉備被人得集 為什麼我不知意 別管了 先搞定上面那隊 正批軍要先搞定 麻煩一點 周泰 算你不幸運了 對不起,也要做一次 嘩,劉備那麼傷的 哎呀,我槍兵真的不夠弓兵不打 糟糕 這個時候勇往直前 見人就居了 我們 唉,不要管 留給了 嘩,快到 隨勝 過完這一場你就是我的了 嘩,歐血了 真的不行 有技能 用技能 嘩,多厲害 一燒一回 就搞定一隊了 好,下去救啊 劉備先 雖然我上面打得太過癮 但劉備不可以不理 嘩,劉備我快死了 剩下幾百隻 我沒有了 真可憐 嘩,火火不肚 我看到劉備 嘩,錯了 怎麼會有周泰 嘩 劉備在那時候 應該已經撒不掉 嘩,很迂迴的 這樣繞回後 打回後 後繞回後 這些事情很難做 好了,馬上又是他了 逐隊滅 既然孫權那麼 不肌衣不捨 那最近是劉備 的時候 我們就滅了下兩隊 對了,搞定 就算我劉備這隊出錯了 都不要緊 你看我上面的兵數 我是差不多多過他一倍的兵力 這個時候 打完了 那我們唯有攻他的城 再請我們有諸葛亮 還有趙雲 我們也不用怕 好了 哇,搞錯了 真是有周雨 嘩,幸好他燒了諸葛亮 因為諸葛亮智力太高 扣的兵數也相對比我們少 我們手拿著那幾隊部隊 大部分都比較愚蠢 差點一點 嘩,快攻爆他成場 差不多,我又有一隊死了 讓我弱化他 快攻陷了 看看 可以流鼻出來 攻城 攻城 來了都差不多 對了 真的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 我們盡量射後面作城 前面部隊 不要怎樣理會 因為攻陷了之後 我可以鬼祟他 贏了就算了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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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傷 跟他打法 真是命都沒有 造成了幾百 幾十 好,零了 這個時候 嘩,怎樣笑我的周雨 真是生氣 好 因為城沒有兵 我就隨便找隊 在後面 就當我贏了 這場就這樣 是不是 用什麼都沒用 我都贏了 好,就是這樣 移靈之戰 就這樣就完成了 歷史錯了 好,又要聽他Fight Up 嘩,劉美贏了 好,勝利兩個字 實在太多人喜歡 對了 好了,這樣我們就拿到 隨勝了 謝謝你 好,謝謝大家收看我們GameplayHK 拜拜 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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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你